西環東邊街的士司機的兇殺案 找到那個兇手 名字我常常都覺得好像蔡藍生 非洲的字是蔡藍生 當然不是 被捕 這件事其實逃走了 一天不夠 就在這裡被捕 簡單來說個案 案發是星期二的凌晨4點多 差不多5點 的士司機男死者 駕駛了車去那裡 大叫叫救命 他就下車叫救命 走到沒多久 就不知倒地 送往醫院搶救 去瑪麗醫院最近 延至島上6點17分不止 很慘 這個司機哥哥 他的頸後面有一條70米長 和20米深的傷痕 可能會是致命傷 造成死亡的原因都不頂 當然有待嚴屍再確定 另外警方看CTV各樣 確認一名男子 在那裡逃走 事後也看多段閉路電視 其實他上了的士 後幾天就解籤 說他只有一分鐘時間 兇徒上車 一分鐘時間 不知道他中間發生什麼事 他是完全因為有爭執 還是沒有 無端上車就找一把刀 來刺殺的士司機 不知道 另外他住在這個附近 警方開始通知這名男子 他也說他曾經入住酒店 是居住的 很奇怪的 為何他入住這間酒店 暫時這個謎團還未開 其實他住在那裡 本身就是在後面第二階 還是那裡的位置 和他叔叔一起住 為何無端地住一間酒店 他又想叫的士開車 但是酒店那裡 據報道說 他當日離開酒店 就和大堂的姐姐說 我要叫的士 叫的士 這間酒店 現在沒有了 或是出去截到 外面就遇到這個司機 推算就是這樣 不知為何無端端發生爭執 短短一分鐘就把他殺害 警方第二天公佈了他的資料 發出相片 這裏我覺得有點奇怪 其實警方也有他的名字 有他的紀錄 但是他沒有詳情 發了一張上日 就說通緝一名白皮膚 懷疑是混血兒 30至35歲 只是說了很簡單的資料 有點像肯尼 那個樣子 也挺英俊 話說回來也挺英俊 OK的 有時候沒有人看的 還有拍他 押戒他回來的時候 然後押回西灣海水平基地的時候 很高大 很高大 高的警察 一個多兩個頭 六呎高 應該有凸 一個打兩個 一個打兩個 他第一天就這樣發出 張英俊相 括弧英俊 不好意思 我用這樣形容 這個心地當然不行 第二天才補充 他才有詳細的資料 說他是蔡南森 英文名是Mapfield 一個軟件工程師 要通緝他 他也在2019年曾經在網上 效法要學美國的槍擊案 引起人關注 那些人就報警 於是警方當然了 查電腦等各樣 找到他的住址 也去到他家搜查 找到兩把刀 當時控告他 材料攻擊性武器 我家的廚房也有很多刀 沒錯 但這個證據比較弱 因為這個始終也是 以香港的法例 這個叫做什麼 普通法 精神 說不到有什麼用 管有兩把刀 我廚師或什麼都可以 當然不知道是什麼刀 開山刀 七吋長的刀 也不知道 聽他要怎樣解釋 於是警方就撤銷了 實際上到法庭 就撤銷罪 我用來砍榴槤 我出去吃榴槤 我砍榴槤和西瓜 也挺長的 載刀 28厘米的載刀 和24厘米的刀 這兩把刀 是不是殺的士司機的胸刀 不知道 不知道 有待發現 是不是當時就是這把刀 幾年前的時候發現 於是他無罪釋放 曾經法庭一處 認為將他交由 小嵐精神治療中心看管 但又說他沒有精神病 沒有精神病的東西 沒有去到小嵐 也放了他 他經常翻查資料 有人經常找到他的資料 他經常說自己微波洗腦 即是有些大氣電波 都干擾 當時也試過 小弟和我當警察的時候 有一個女人經常去報案室 很多年 30年前 經常說 阿Sir 蘇聯那邊 有一個人造衛星 簡單我們瘋 有一個人造衛星射過來 我的頭就爆了 我聽過 我真的有 快爆了 阿Sir 你有什麼想辦法 對全港有危險 當然 阿明知道 以前也跟進過這些資料 我也聽過 找義工跟過去 找社工跟過去 但也沒辦法 他經常來報警 我們便宜著他 我們找一個蘇聯專家 不如我們捉了一個 懂得說蘇聯話 老人家 我們這邊 已經想辦法跟蘇聯聯絡 不過我們低調 不敢公開 其實很慘 社工幫助他 都沒辦法 經常走 我們先哄著他 很慘 這個 會不會是微波洗腦 他會不會有精神病紀錄 或者是先兆 或者是病徵 就不知道 不過你說 如果看19年的時候 都在網上發一些報告 要支持 效反美國槍擊案 邪惡美帝的槍擊案 其實精神上已經有些問題 這些是預兆 沒錯 你今時今日 都去砍人 我看現在的報道 都在調查 割警 疑犯的犯案 動機和精神的狀況 不過看回這件事 如果你說上的士 隔了十多秒 即他一上的士便會痛 對 一分鐘左右 照計會不會扭 不知道 亂說 我要去新街 我亂說 去新街 沙徒國 那麼遠 我不車你 不車了 我不知道是否這樣 還是無端端一上車 不說那麼多 就找一把刀出來行兇 真的不知道 香港的士 始終治安好 不像鄰近地區 哪個國家 不說 那個國家就無謂說 因為國安法下 很保障 又令人仇恨這個國家 你說英國 英國 美國 英國 或者是最邪惡的日本 他們的士司機位 都傷了鋼架 都傷了防彈玻璃 都傷了 整個鐵架 都包含了 手都伸不到 變不到司機 其實我們年代也有 七八十年代 我年代很小時候 也有的士看到 後來就說 因為運輸處有些反對 怕有什麼車到 人本來沒有什麼事 但撞到鋼架上 更加受傷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 那可以鋼架 再鋼架架 還有安全帶 以前沒有安全帶 法例 有了很多年 有安全帶 理論上不會撞到鐵架 很多的士行家 都說要求要加 其實真的危險 不過又這麼說 如果你說是的士司機 才加這層鋼板 我當這個人真的是精神病 對象未必是的士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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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機在街上 如果他上了巴士 就大媽媽 你又沒有理由 巴士每個位置都安一個鐵架 對象未必是 如果他上了巴士 例如在元朗屯門 出來市區 都要經過幾條高架橋 不得了 那些高架隧道 如果他發起瘋 就在高架橋 拿刀捅過巴士司機 捅過巴士司機 接著就駕巴士失控 不得了 整架車跌落懸崖 這架車還要繁忙時間 坐滿了人 百多二百個人 你說那個傷亡 那些後果 那些後果 以前有時候 因為政治正確 那些保障精神有問題的人 他們的組織 就經常說 我們不要標籤精神病人 精神病人是康復的 我最記得政府有些API 那些政府說過 那些沒有殺傷力的 他們沒有攻擊性的 吃完藥 他們就治好 正常 這是他們一般的說法 如果一千個精神有問題 其中有一個有暴力傾向 不用多 千分之一機會 千分之一機會 那你會怎樣 你怎樣保障 巴士司機怎樣保障他的安全 如果真的有一條瘋子上了車 在適當時 他不知為何 是要找到懸崖邊 就捅過巴士司機 整輛車炒落懸崖 那怎麼辦 不過我在想 如果我嘗試 代入精神病人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很多時候精神病人犯案 我的理解其實是一瞬間 例如說 即是踏著了 例如有一下 可能阿通那件事 可能我已經是99% 瘋癲 100%是臨界點 上了的士 上水 麻煩 其實可能沒什麼 只是打個比喻 即是好像那次 在沙田馬場 那個巴士司機 那件案件就是 被乘客罵 留得金 之後就玩東西 他們是阿士保加政 可能就是那1% 觸發到他 有可能 也有可能 例如說 他一向都已經想要犯案 在街上 剛巧的的士經過 他又找不到人 隨機 不好意思 你不要坐 也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你說這件事 現在阿通哥也說 未必是精神病 沒錯 那時候證據顯示 他沒有精神病 當然了 經過一段時間幾年 我們也不是說 標籤精神病人 一定有恐怖性 一定要分開說 一提到精神病 如果以剛才那些言論 可能在美國社會 歧視左膠出來 那些左膠出來 可能我們三個已經要坐牢 是矯架過正到討論一下 沒有標籤 但你知道 有些人是上頭的 例如家裡有些人 有精神病患者 康復了 我一聽到那些三個人 都標籤精神病 現在還沒有證據 你怎會說他們 神經病有精神病 阿通 霍斗 周澎 你根本對精神病康復者 有偏見 有歧視 我要告你 仇恨精神病患者 真的會有這種人 反而我想說說 我當晚也有看警察 開過記招 拘捕後 凌晨1點 想到到2點多時開 他說有些資訊 說在南亞島 可能在離島出現 其實下午的時間 行完空後 到天江下午的時候 他就進了離島 亦有外籍人士在離島見到他 認得出他暗中報警 剛巧警察已經在附近 更加加派人手去到那裡 把他拘捕 幸好這個真的要讚 事後有些媒體訪問居民 他下午已經來買煙 又說來這裡買煙 又說買酒 你不報警 你看到可疑也報一報 才疑似 可能記不到 有些人認養也很差 我不知道 有些人說 他坐在士多很久了 目路空缸 周圍看人 你又不報警 不過反過來 如果用阿通 你不早點說 你不早點說 我真的有點火力 這些是外籍人士 才做的 這些不會說你報假案 你真的有懷疑 是像樣子 跟拼圖相似 大佬同福祥 即是吵吵 這些 我下午看了他兩個小時 他現在說有用 他坐在無路空缸 我又不想標籤某個民族 有些人說 很流行 他一來到 我也知道他不好人 有些人說這些 我明白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